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科学新知的第二节 这一节其实就跟大家想介绍一个 比较关乎于宇宙学的一个知识 我记得在我自己二十年前 比较着力去学习宇宙学的时代 其实都留意到这个题目了 如果大家很硬的 其实看到这个题目 它写到一个2024年的1月1日的专题 其实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呢 就是由美国的科学人杂志 他在未来的1月号里面的其中一个专题文章 它里面提到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去分析 就是在宇宙里面一些 nothing 一些没有东西 从而令到我们可以解释所有东西 如何透过研究没有东西来解释所有东西 就是用这样的广东话来说 其实挺妙的 因为它在研究的是什么呢 它说专是希望去和别人探讨一下 这个宇宙我们不只是看它有些什么 我们看它那些空灵灵的什么都没有的位置 会不会都为我们带来一些知识呢 那竟然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自己在20年前学习的时候 就听过很多年 但是竟然在今时今日 竟然就被美国的科学人杂志 杀有介事出一个年度第一期的专题文章 那就一定就是说 有一些的进展 以及有一些大的事情是会发生 就值得我们去介绍了 那在这里也都要简介一下 你说宇宙学其中一个的内容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出宇宙里面 每一些特征的量来去测量它 譬如说我们想了解里面 它有多少的物质 这些物质有多少能量 这些物质会不会里面 可以有再细分的分类 有些譬如是传统上的 我们元素周期表找到的物质 有些是叫做暗物质的东西 能量也是会不会有些 我们已经眼看得到 他们那些是发光发热的质能 又或者会不会是一些叫做暗能量的东西 我们去了解这些一切 其实就希望我们 就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宇宙的历史 以及整个宇宙的系统 究竟是如何开始 以及会不会有一个结束 所以我们透过研究宇宙学里面 我们过往就是认为 我们是会探知到宇宙的年龄 大约是136亿岁 那就是说宇宙里面 会不会有东西可以老过136亿岁呢 照计就不会的 暂时也未找到有 OK 那里面如果是多些物质的时候 照计宇宙将来 就会更加渴望是大家 在一起 因为越多质量 就越多万有引力 它就会越倾向就会收缩 OK 或者它如果现在是一路膨胀 它可能将来就没有膨胀 那么快了 反过来 如果宇宙本身是不够物质的 那里面那种万有引力 不足以牵引着它 令它缩回来 那它就会继续增下去 甚至乎越增越厉害 加速地膨胀 所以我们很希望 就是说 将宇宙视为一个物理的物质 来看待 我们能不能够透过去测量 去度这些这样的宇宙里面的状态 就令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置里面 都了解到宇宙之后是如何 和以前曾经是如何 那这个就是一个宇宙学 当然这东西是要高度量化和高度精确的 否则就只有一个宇宙 在讨论宇宙学的时候 我们过往很多时候 在讨论里面究竟有什么和没有什么 里面究竟有多少粒子 即是多少元素周期表上的粒子 我们发现原来只有5%左右 那只剩下来还有什么呢 那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一定要引入一些叫做 暗物质 或者暗能量的假设 于是乎我们的诗 可以合理地理解到 在这个宇宙里面 有些天体 比如说我们的银河 或者是其他好几个好几种的银河 你如果不是有一些暗物质在这里 它会贡献到万有引力 但是就是不发光 你看不到 它就在这里了 于是乎它就可以贡献到 足够的万有引力 来将整个银河旋转的状态 展现出来给你看到 所以透过银河的观测 我们其中一个 就觉得需要引入一个叫做 暗物质的假设 甚至乎我们以往都介绍过 亦都在未来一年会留意 地球上很多的实验 是企图继续帮我们找暗物质 究竟最后找到还是找不到呢 暗物质本质是什么呢 现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迷 所以这些基本研究 最后亦都可以贡献到 在宇宙学的知识的发展里面 另外就是暗能量又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觉 似乎这个真空 又未必是很空的东西 真空里面是什么 粒子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看一个 足够小的尺度 和足够短的时间 根据量子力学给我们的限制 就是说 它应该要有很多的起伏 从而令到这个真空 只不过是平均地是空的 实际上 它里面是发生了很多事 充满了很多东西 很多又起又落 除冤巴闭的东西 但是将它拉成一个平均的时候 它就是平均是零的意思 由是者我们知道 这个真空可能未必是很空 所以究竟真空本身有没有一种很独特的性质呢 它又会不会最后决定到宇宙整个状态是如何呢 其实一直以来 在这个宇宙学里面都有人讨论 尤其我记得 在这个2000年代初的时候 其中一个在宇宙学里面 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一种参数 来帮我去统计这个宇宙在最初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有几初呢 就是在宇宙30万岁的时候 它的状态究竟是怎样 那于是乎我们就 就是有了这个知识 我们能够进一步验证到 宇宙大爆炸理论是似乎合理的 然后呢 里面为什么会有些物质这样走进一步 有些光又这样不均匀地分布了呢 那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也得出了个解释 而且也由了这个参数 是帮我们逆转 运算究竟这个宇宙年龄 应该是多少才合理的 所以我们会说 这个136亿岁的宇宙年龄 我们今时今日是有信心的 只差在136点多 究竟宇宙年龄实际是怎样 会不会中间有什么争议呢 其实上一两个星期 我们也有触碰过这个问题 但今次Scientific American 这个专题报道 它又点出了另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 原本我们说 它掌握很多宇宙参数 令我们知道了解宇宙的状态 从而我们可以描述它 宇宙里面有什么呢 有物质 但是我们知道 亦都有些很虚空的状态 这些虚空的状态 有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我会说 这个宇宙研究里面 依然有很多不解之迷 我自己也记得一下 在二十年前 其实也有一些学者 尝试讨论一下 这个宇宙里面 这些虚空的状态 它是怎样演变下去的呢 其实如果你说 用一个 蕃茄泡的图像 来比喻宇宙的状态 是相似的 大家如果以前 或者你现在洗碗 洗洁 整个盘都是泡 或者以前 还是没有洗衣机的时代 用那些手洗的洗衣粉 用洗衣板洗衣 那些很多泡泡 你会发觉泡泡里面是空气 就没有其他物质 除了空气之外 然后那些蕃茄泡 自己的蕃茄材料 就成为了很多泡泡的壁 我们的宇宙 如果将它展示出来 放大了 你会发觉 里面的物质就像 那些蕃茄泡 那些蕃茄液 然后里面 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波波 所以你说整个宇宙 那种 那种妄状的结构 跟我们那些 洗衣盘上的泡泡 其实是相似的 那种图像 我也都知道 这个泡越大 这个泡漲大 这样就赚到 周围的东西少了 或者反过来 你那个泡泡 本身的蕃茄液 本身的材料不同 也都影响了 你的泡泡 最后有多大有多小 其实在宇宙的演化里面 都相似的 现在你看到 这个画面上 展现了一个 就是展现了一个宇宙 它的物质分布 一些很独特的图像 它里面会有些地方 是很大的虚空 然后有些地方 不是虚空的位置 或者是一个泡泡 另一个泡泡中间 黏着的位置 就是很多的物质 而那些物质上面 你会看到 就是很多 一点点的光芒 就在 因为那里多物质 所以自不然 就容易是因为万有引力产生 而局部地再凝聚成很多的银河 甚至乎是太阳系 以及很多的行星、行星、维星等等 就在那里出现 所以我们去数一下宇宙里面 那个发光的东西 那种分布 其实无意中就可以数到 看得出这个宇宙的网状结构 而同时间 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我们看另外一张图 看到宇宙里面 也有很多 一些凶的地方 这两个半球形状是什么呢? 我头壳顶上面 就是我们的北半球的半球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北半球的位置 望上我们的天空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北半球的星空 当然 南半球也有 独特的星空风景 OK 有些星座 你一定要去到南半球才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不只是看它上面 有什么星座 有什么发光 不发光 在今次这个 Scientific American 专题里面 他特意提到 原来 现在我们是时候 有足够的科技 和足够的数据 去做一个全天候的测量 去找一下天空上面 那些虚空位置的分布 即是说 在整个这样的 那些 翻简铺里面 我们现在不只是留意 那些波波 那些这样的翻简铺 就是留意一下 里面的空的地方 那些地方 那现在在这个画面 这些半球里面 你会看到 有些黑黑黑的东西 那简单来说 就是说 越是黑的东西 就是那个的虚空 越是大 然后呢 亦都是大大小小 分布了一些 没有那么大的虚空位置 即是如果你说 要将整个宇宙 用一个翻简铺形状展示 那你会发现 现在就展示了一部分 而很有趣的 在南半球的星空里面 你会看到 一个超大型 黑黑黑的位置 有个名字 它是一个叫Super Void 一个超巨大的虚空 而再把它命名了 而在那个北半球的星空 亦都有两个没有那么大的 一个Giant Void 这些这样 一些比较大的虚空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 应该 我们估计 照计里面 没有什么物质 然后里面 因为没有什么物质 所以没有什么 星体诞生的活动 那里可能 会不会是 真的什么都没有呢 普通元素周期表的物质 没有 甚至会不会 暗物质也没有 当然 你要假设 是否世界上真的有暗物质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暗物质 究竟在这些虚空的位置里面 有还是没有呢 OK 它有也好 没有也好 你也是看不到东西的 那里也是没有东西的 那里面 究竟在那里面 是有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很齿的真空 还是一个填满了很多暗物质的真空 其实这个我们不知道 而这些虚空状态 会不会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另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或者甚至乎我们将它 看成一些很重要的天体 来帮我们了解整个宇宙的状态呢 而特别又要提一下 南半球星空这个超级巨大的虚空 我们甚至乎可以将它 与我们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结果去连结 我们看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照计就有一个很均匀的辐射分布 一个很均匀的温度分布 而在南半球的星空 零零射射有达是冷一点的 冷的不是冷了很多 但是冷了是说少数后五个位 这样的温度是稍微低了一点 而且低的位置也和这里的虚空有关 这里似乎就是物质分布少一点 就真的连大了整个宇宙的背景的温度 在这个位置似乎是偏冷了一点 这里就不难去理解 那里的物质少一点的 就少一点的化学或者核子反应 去加热了那些背景的温度 可能是这样 其实应该说得准确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宇宙三十万岁之前 当宇宙的这些光的物质 和这些这样的实际上 一粒二粒的粒子物质 它依然是可以互相交换热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不平衡的状态 稍微就发生在这个位置 而它就一直由宇宙三十万岁的时候 保留到今时今日 照计应该是这样 真的说到正题了 我们怎知道这里虚空的位置 其实原来我们已经搜罗了很多数据 20年前 当我自己看宇宙学的时候 我当时的一个印象就是 天空上面 我们想全天后去横掃一下 有多少数星星 都还是一个继续进行的一个工程 你说要在天空上面 掃云全天空 把所有我们的仪器 能够数到星全部数下来 是很漫长的过程 因为宇宙里实在太多星 反过来 如果我想辨别宇宙的虚空 其实是一件更难的工作 你要知道那里有东西 有光也有东西 你要知道那里没有东西 要怎么做呢 你往往就要很清楚 周围有东西的地方是什么 会不会中间就留下一个空位 所以在这里 到了近年 随着我们能够数到天空星星的数据 能力越来越强之后 它也能够提供另一个途径 再结合人工智能 就帮我分析一下 天空上面那些虚空的位置 到底在哪里有多少有多大 那就是说 随着我们数星星数得如何 连带着我们不小心 所以我们的数孔都数得好了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宇宙里面 那些虚空的孔孔 知得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不妨将它 看成为另外一种的天体 会不会它有一些特别的特性 帮我们来去 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 我们原本解释不到的那些东西 因为现在我们去建立 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系统的知识 是建基于我们看到什么 会不会有些我们看不到什么 都能够捕捉我们的知识 有些新的发现 那这个我就觉得非常之期待 这件事在20年前 纯粹是理论上提出 没有什么人去理会 但是一直就不是成为 一个热度很高的研究 但是呢 如果由得美国的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 特意为了2024年第一期出个专题 的话呢 其实也都证明了 这一项的研究 将会成为 为我们得出越来越多的知识 所以要做的事 就是将我们现有那些星星的数据 再结合一些人工智能 帮我们很准确辨别 那些宇宙里面 那些虚空的洞洞的分布 于是我们就可以 多了一种新的角度去研究 我们的宇宙 所以这里我自己来说 作为一个宇宙学的发烧友 我就很期待 会有一些新的结果 去分析宇宙的虚空 令到我们去丰富 我们对于宇宙的知识 那今节来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有其他的内容 为大家介绍